在竹科管理局長王永壯、保二總隊長劉彰遠、縣長林之妙 以及宜蘭市長江聰淵等貴賓共同主持之下 宜蘭科學園區保錦小隊正式成軍 請接牌封駐宜蘭園區各家廠商事業希望財源廣進 宜蘭小隊心機鼎鼎鼎無地人節出入平安 保二總隊宜蘭小隊能夠在這裡接牌典禮 這是我們感到非常高興也非常安慰 因為他能夠跟我們的宜蘭縣警察局 這些警察弟兄共同的合作 讓這個園區內的安全把它把關到第一線最棒了 宜蘭科學園區我們標準廠房已經到了百分之百 第二期的動工已經開始了 那在上個月環品通過以後 我們的土地使用率已經到了將近60% 那如果真正的開發完成以後 這個標準廠房高科技低污染的公司到宜蘭縣的話 宜蘭縣一定會蓬勃發展 在竹科宜蘭園區的一個帶領之下 宜蘭的相關產業一定會發展的 像我們林縣長講的這個蓬勃及量源 再次感謝我們劉總隊長及高分隊長的一個付出 以後我們將會有一個非常治安良好的一個園區 也是一座美麗的公園也是一個帶動產業發展最好的地方 竹科管理局表示保錦伊蘭小隊進駐移科之後 不但能有效維護園區內的治安和交通 也能大幅提升廠商智慧財產權維護的工作 那為了要加強整個治安還有交通的維護 所以特別跟行政院申請警力的進駐 我相信在警力專責宜蘭園區的進駐下 對整個治安一定有大幅的改善 那不只是這一方面包括制裁的宣導 還有智慧財產權維護等等 他們都會盡力協助廠商來做好這一方面的安全的維護 伊蘭科學園區截至今年1月 已有29家廠商入區投資 投資金額超過22億 前不久還通過重辦環評 相信一定能加速招商的作業 引進更多優質公司進駐 帶動伊蘭工商發展 伊蘭新聞記者賴福星採訪報導